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4年10月21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就是美国呢,以前的时候啊 咱们这一代人,咱们中国,像我这个年龄这一代人 或者是以前的这些人啊 都被美国骗得是一愣一愣的 我觉得是呢,美国啊,是这个民主的灯塔 是正义的化身啊,是世界警察啊 国际要想有秩序啊,世界要想和平啊 离了美国是不行啊,对吧 我们大家呢,是这样的一个认识 可是呢,随着中国的这个崛起啊 随着美国对中国不择手段的这个打压啊 在借助于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啊 大家呢,对于信息可以获得的更多啊 我们对美国的嘴脸呢,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啊 其实也不光如此啊 就是最近这些年呢,美国所做的这些事情啊 它是肆无忌惮啊 让我们看到,我天哪 美国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如果你现在啊,中国没惹你,没招你的啊 你就来打压这个无辜的中国都使这些招的话 那么可见你以前使的那些招 可能你也是说的好听啊 说的天花乱坠啊 把自己打扮的啊,多么的正义 而实际上呢,掩盖的就是你的狼子野心啊 就是那些个阴谋论说的美国的那个别有用心啊 它并不是阴谋论 现在我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它是真的啊,它是真的 那么我们大家比较看得清楚的呢 还是从美国对华为这个打压,对吧 美国对华为的系列打压啊 我们已经是耳熟能详了,对吧 美国清一国之力啊 如果说清一国之力啊 其实呢,都把这个事儿说的有点小了 把美国的力度说的有点小了 美国就是联合全世界来围堵打压一个华为啊 华为就是中国的一个民营企业啊 清一国之力,联合尽可能多的这个盟友之力啊 来打压一个华为 所谓何来啊,所谓何来 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是越来越清楚了啊 就是因为它看到啊 华为是中国超过美国的一个开始 是一个开始 华为就是中国这个科技的领头羊 就是中国走向实力超过美国的第一步啊 后面的一群羊都会跟上这个华为 那么中国现在已经是老二了 要超过美国呢 它不是一个能不能的事 它不是一个会不会的事啊 它就是一个时间的事,对吧 那么美国呢,它从来都是啊 找一些借口啊 说华为的那个5G设备啊 有后门 有后门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这个糊弄了世界上很多人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恨国党啊 包括那些一直不坚定的啊 包括那些个不明白的啊 就觉得华为啊 做事不地道 让人抓着变根了 实际上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么这两天 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高通发布了一个信息啊 据报道啊 高通啊 它是发布了一个安全警告啊 说他啊 他自己啊 多达63款的这个芯片组当中的 数字信号处理器服务当中 存在一项潜在的严重的零日漏洞 而且啊 该漏洞啊 已经出现有限的 且有针对性的利用迹象啊 就这条消息啊 最近这两天 我一直就在研究这个问题啊 它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听起来高通啊 好像是向全世界负责 而实际上呢 经过我这个调查研究啊 听取人家那些个专家的这个讲解啊 还有一些个博主呢 就把专家比较深会的 一些理论上的讲解呢 变成我们普通人能够听得懂语言 是什么呢 就是高通的64款芯片啊 这里面啊 有这个后门 什么零日漏洞啊 是 它有后门 实际呢 不是说啊 高通的这个芯片啊 只有这64款芯片有后门 只不过呢 只不过呢 就这64款芯片的后门啊 被这个第三方 发现了 并且呢 而利用了 这就是它这句话说啊 而且啊 该漏洞 已经出现 有限 且有针对性的利用迹象啊 这个利用是什么意思啊 说白了是什么呀 就是呢 它这个后门啊 它本来啊 是给它自己来用的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就这个BB机爆炸这件事情 对不对 BB机爆炸这件事情呢 就是啊 让以色列通过做手脚 它控制了 它远程控制了 然后呢 给黎巴嫩啊 不知不觉之间 就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严重后果啊 那么美国的这些高通的这些芯片啊 他说是公布的是64款啊 被利用了 其他的没有利用 就全都有后门 我们大家还知道 美国的那个商务部长雷蒙多前一阵 他说的那个话吗 那阵他们炒作说啊 不能进口中国汽车的时候啊 他说什么 他说啊 中国的那些汽车 就像苹果手机一样啊 就哪一天突然远程一个操作或者一个指令 就让我们手里面这个手机哈 同时全都瘫痪了 说中国汽车哈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个事情啊 立刻啊 就被全世界捕捉到这里面的一个潜在的信息啊 就是雷蒙多他说漏嘴了呀 这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啊 对不对 他打了一个比方 他拿iPhone来打比方啊 他虽然说的是中国汽车 但是呢 他告诉我们哈 苹果手机就可以这样做 那么高通现在他公布啊 64款啊 被利用啊 实际上呢 就是他全都有后门 现在这个后门不紧啊 他自己啊 能走 现在呢 被人发现了这个后门啊 应该说那些人应该是黑客吧 我估计啊 就是黑客了啊 那么黑客呢 就黑入了 走入了他的后门 通过他后门进入他的系统 可以掌控他这个64款芯片啊 他现在不得不公布了 因为什么呀 因为他得对他的这个用户负责呀 对不对 不是说他多有责任心啊 就是说这个后门本来只有他可以用 结果呢 别人用了啊 他对别人用这个事 他能负责 他绝对不能负责 对不对 他得现在呢 就得装好人啊 他告诉你说啊 现在啊 这64款呢 被利用了 你们大家小心啊 你们大家啊 就自我保命吧 说这64款芯片啊 他都涵盖了什么呢 他涵盖了智能手机 这就包括了苹果手机啊 以前的时候呢 苹果手机啊 他用的是自己的芯片 可是呢 据说现在啊 苹果手机呢 因为要用这个5G啊 现在都是5G手机了啊 据说现在呢 他用的也是高通的芯片 所以苹果手机也包括在内啊 安卓手机就更别提了啊 就所有的这个智能手机 当然除了谁 除了华为手机啊 除了华为手机啊 请注意 不是说除了中国手机 是除了华为手机啊 我们来看啊 他涵盖智能手机 汽车 包括中国的电动车 据说中国的电动车啊 多数也都是用高通的芯片啊 前一阵子啊 我还看到一个汽车展上啊 就是中国的一个汽车啊 就是那个销售人员在向潜在买主啊 向观众介绍他这个汽车的什么自动驾驶的时候啊 他说的一句话啊 让我觉得挺心痛的啊 他说咱们是用的呀 都是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纯德国进口的技术 请注意啊 他说他用的是纯德国进口的技术啊 现在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啊 在世界上已经是这个让美国非常害怕了啊 已经是遥遥领先了啊 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了啊 中国还有那个汽车厂家说啊 他们用的是这个纯德国的技术啊 还把这个进口技术奉为最高啊 拿来忽悠中国的这个消费者啊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 他说这句话啊 不见得是真的啊 有可能用的就是中国技术 但是呢 他忽悠消费者 因为这事啊 也不能全赖这个销售人员 他撒谎忽悠啊 因为中国的这个民众 毕竟啊 很大的一部分人呢 还是重洋美外 觉得中国的技术又不行 外国的技术就是好 尤其是这个中工业方面啊 汽车方面就觉得德国啊 就是好 如果用德国的话呢 哎 我就买 有时候用中国的 我就考虑考虑啊 就是这个汽车啊 还有物联网设备等多个领域啊 将影响非常多的品牌和厂家 这篇文章呢 举了例子你看啊 为什么我刚才说啊 是除了华为手机 不是除了中国手机啊 说比如说小米啊 Vivo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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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包括荣耀哎 荣耀 荣耀不是华为的吗 啊 荣耀从华为分出去了 分出去了 可能用这个高通的晶片 说荣耀等众多的手机品牌厂商啊 都有采用高通 骁龙4G 5G移动平台 以及相关5G调制解调器摄影系统 苹果iPhone 12系列 也有采用骁龙 X55 5G调制解调器摄影系统 也就是说啊 这些个产品啊 人家这个高通现在啊 为了甩锅 他现在啊 不是非要负责任 就是甩锅啊 如果出现问题 别让我啊 现在被黑客黑了啊 而且我现在都告诉你了 他公布这些号 你看啊 他叫什么 Fast Connect 6700 Fast Connect 6800 QCA 6174A QCA 6391 什么QCA 6426 高通视频协作VC1平台 高通视频协作VC3平台 什么骁龙8GENE移动平台 等等等等啊 64款嘛一共啊 他全部都给你列出来啊 现在呢 就让你自我保命吧 跟我无关了 就甩出去了 就是说这样一来呢 就全世界啊 越来就越不相信这个美国了 有人说啊 华为的时代就来了呀 因为大家都知道 前一阵子BB机爆炸以后 那些个需要BB机的 对吧 尤其是中东啊 甭管是什么产品吧 现在呢 我就信中国 其他人我一概都不信 我就信中国 我下订单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跟中国下订单 然后呢 要求中国啊 你这个运输呢 也要用中国的 不要用别人介入啊 我不相信别人 那么这事啊 就是美国的敌对阵营里面啊 都不相信美国了 都不相信美国了 那么所以说啊 就华为的这个时代啊 就来了 这两天还有一个好消息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 我看了 但是我觉得好像 哎 是不是真的呀 就是华为啊 他今年啊 建了一个研发基地啊 研发中心也行啊 这个研发中心呢 现在来说 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研发中心啊 那么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上海市的发改委啊 就公布了一个消息啊 说华为的这个最大的研发中心呢 是在上海啊 在上海清浦啊 在2020年9月的时候 就已经启动了啊 预计啊 在今年6月的时候会竣工 它占地面积呢 是2400亩啊 特别的那样 今年7月初的时候呢 这个华为公布啊 这个研发中心呢 它的名字确定了 叫什么炼秋湖啊 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名字 然后呢 它这个研发中心啊 这一片里头啊 建的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地高级啊 还公布了那些图片什么的 这里面呢 能够容纳 三万五千多名的科研人员 那么这两天我看到啊 那些的自媒体啊 都在欢呼啊 说这三万五千名的科研人员啊 这两天已经入住了啊 就要开始他们的这个科研工作了啊 华为呢 将会啊 为中国啊 实现科技啊 全自研 然后全自产 全靠自己啊 没有风险 没有高通的风险啊 将会呢 很快实现这个目标啊 中国呢 就靠华为了 前一阵子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微软的那个 苹果操作系统啊 被黑了 还记得吗 很多的机场啊 什么的 很多的教育中心啊 很多的销售中心啊 全都瘫痪了 还记得吗 不涉及个人啊 都是一些商用的 但是 只有中国安然无恙 当时呢 人们就说 哇 这是为啥呀 这就是 中国未雨绸缪啊 可见啊 提前呢 换成了华为的系统 才使得中国 没有受影响 或者受影响的部分呢 很小很小啊 就是那些人啊 只相信这个微软的那些啊 他们坚持要用微软的 苹果的那些呢 哎 他们就受害了 那么从那开始啊 你使用微软的 就打成一个问号了 你想想看 中国国内的用户 你在买电脑的时候啊 你是不是就犹豫了 很多人我想呢 从此啊 就选择华为 就不再选择微软了 对不对 华为什么都有啊 华为有自己的海思芯片 有自己的鸿蒙操作系统啊 所以说啊 中国越来越多的用户呢 就选择华为 不考虑这个美国的产品啊 买车呢 也只买这个国产的车 不买那些什么进口车 我管你什么奔驰啊 宝马啊 我一概都不用啊 我就买我自己国内啊 生产的这个电动汽车啊 又好用 又便宜 最近我看了 还有一个博主啊 他在国内呢 开着一个他特别得意的一个电动车啊 就运到美国 到美国大街上就开啊 我天哪 这个回头率相当的高 就跟一个美女啊 在街上一走一样啊 那些个爱车的人啊 我就是看到他这个车 说一眼都直了啊 都来了解他的车 都想看一看啊 里里外外的看一看这个车啊 然后呢 当他们了解到这款车 在中国多少钱的时候 他们都眼馋死了 在美国啊 两倍的价都买不到 美国说加税啊 百分之百啊 没有关系 加税百分之百啊 仍然在美国是最便宜的 这就是中国的这个竞争力了啊 那么咱们不说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啊 就说这个信任这个事啊 就是美国西方的这个敌对阵营 现在呢 就只信任中国了 那么今天又传来一个消息啊 恐怕啊 美国自己的这个阵营啊 也开始出现这个信任危机了呀 这是一个什么事 你今天有没有看 就是以色列啊 就不信任美国了 以色列不信任美国了 以色列呢 自从这个10月1日啊 伊朗呢 发了200枚这个导弹啊 来袭击以色列的三个军事基地之后啊 以色列嘴巴里面说 没打着啊 没打着啊 但是呢 他就气得够呛啊 要给伊朗反击 对不对 要反击 然后这反击呢 怎么反击 怎么能有效 然后呢 又不能激起伊朗的愤怒 然后惹来大祸啊 让伊朗就开始 更大规模的来攻击我 来攻击我 更大的要害啊 这个呢 让他比较伤脑筋啊 那么10月1号 伊朗对他的这个攻击啊 今天都10月21号了 20天过去了 他迟迟的就没有动手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两天啊 就出来消息了啊 就是以色列啊 他报复的这个计划啊 现在就在网上呢 沸沸扬扬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以色列啊 他没有制定好心理没底的这个计划呢 他就只和美国进行讨论啊 但是谁曾想啊 这个美国啊 一贯的只有他去搜集别人的情报啊 他的情报呢 保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美国 现在以色列的这个报复计划 现在泄密了 泄密了呀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今天早上 一起来以后啊 新华社报道 当然很多媒体啊 今天炸锅了 很多媒体都报道这事啊 我们就来看这个新华社报道说啊 据多家美国媒体20日报道 两份 两份啊 由美国情报部门掌握的 涉及以色列对伊朗实施 报复性打击计划的机密文件啊 日前被泄密 当天啊 美国国会众议长约翰逊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 一档节目上 证实了泄密事件 表示国会已经展开调查 根据相关的报道呢 这两份文件啊 都标有绝密的字样 由美国情报机构 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基于对美国侦察卫星 拍摄于15日和16日的图像 及其他情报的分析 撰写而成 真实性得到了美国官员的确认啊 那么这文件是什么呢 据报道啊 文件内容涉及以色列 就报复伊朗进行空对地 导弹试射等演习 以及以军调动中程弹道导弹 和无人机等准备工作 文件还显示了 美方称其无法准确预判 以方行动的规模 没有迹象显示 以色列将对伊朗使用核武器 上述文件仅被允许分享给 所谓五眼联盟的其他四个美国盟友 也就是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和英国 但是呢 于18日被泄露到了社交媒体电报上面啊 泄露过程上不得而知 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呢 这起泄密事件发生在美以关系高度敏感时期 注定会惹弄以色列啊 同时也披露了以色列拥有核武器 这一该国一直拒绝公开承认的这个信息啊 正在访问乌克兰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21日对媒体证实 萨德反导系统已经在以色列部署到位 但他拒绝透露该系统是否已在使用 仅表示说我们有能力很快使其运转起来 目前进展与预期一致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萨德反导系统 由派遣到以色列的约100名美军士兵操作 这一系统的防卫范围更大 将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提供补充防御能力 这个是关于他们泄密的这个 对于以色列来说是非常重大的 刚才里面就说了 以色列一直都不承认它有核武器的 那么根据这个文件就确认了 以色列是有核武器的 那么现在以色列就特别的生气 我看到以色列方面 今天在谈到加沙地区的时候 加沙地区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成了 就对它的地毯式的轰炸已经轰炸完了 然后就扫尾的挨个检查的这已经完了 其实他就说 美国和以色列说 说他们的情报特别的厉害 他们就锁定了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 这个辛瓦尔他的具体的地方 然后呢就成功的把他给击毙了 实际上呢不是啊 实际上就是他们在地毯式轰炸完了以后呢 就挨个的进行地面的这种清查 在清查巡逻的过程当中啊 有一个小分队啊 那个小分队还是剑袭小分队啊 剑袭小分队 他们就发现呢 有一小股人就在那个废弃的建筑里跑了跑去啊 然后他们就盯着过去看 结果呢就发现了 是这个辛瓦尔啊 和那么几个人吧 他们 实际上呢是非常偶然的 如果像他们吹的那样 他们掌握了 然后实施了专门的行动啊 他不会交给一个实习的小分队啊 这美国和以色列现在哈 你就发现啊 他们有时候呢 他们也吹牛啊 就说他们的厉害啊 也是吹出来的啊 也不是完全的靠实力的啊 那么现在哈 以色列就说啊 说我这个滴潭室轰炸完了 然后呢 这种搜查清查呢 现在也完了 辛瓦尔呢 也被打死了啊 那么现在呢 加沙这儿呢 就可以结束了啊 那现在美国呢 又不可信啊 然后呢 我听到他们就是说 现在啊 喊话中国 说该中国商场了 希望中国能起到一个 调停的一个作用啊 他就知道呢 中国啊 是有威信的啊 那么有很多互相啊 逗得跟窝眼鸡似的啊 中国呢 对他调停啊 咱们不知道他们怎么调停啊 中国这个外交能力 真的是挺了得的啊 反正你不服不行啊 对不对啊 那个伊朗和这个沙特 谁调停能好啊 然后哎 这两家呢 就化解了 化干戈为玉帛 对不对 然后呢 巴勒斯坦啊 他的内部呢 也分十四派啊 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 也在北京啊 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 对不对 那么中国的调停能力呢 是不服不行的 所以呢 以色列现在啊 就喊话中国 希望呢 中国上场啊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